我每天都只敢躲在道观里 只因五年前 我来道观寻求修仙之路 但是没想到在我还没入门 遇到了白鬼夜行 师父为了救我一人抵挡白鬼 而救我一人活下来 在这五年 我倾尽给所有 只为无尽一切 妖子 你是千年一遇的修仙奇才 跟老夫来 送你一场大刀吧 嗯 但一场而来的事 天色大变 在我入门的第一天 就遇上了白鬼夜行 师父被鬼王一脚踩死 我本以为 我也要想电视剧那样来个穿越什么 但我闭上眼睛很久 没有 想象来的漂浮落空感 一睁眼发现 他们都消失了 而我的手上 只有一个黑莲印记 说到底 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不疼不痒 至少给点反应吧 What What the fuck 不是 不会来真的了吧 蕴长生本能地望向大门方向 满脸紧张 可恶啊 这五年来道观 就只有我一人 修炼也只是修炼的寂寞 到现在 我还是也才练起一层 此时 在他丹田里躺着的 只有三根发丝般细小的灵气 我现在唯一会的术法 也只有五雷正法 可是我现在也只能打出三次雷法 而普通的雷法 真的会对那些恐怖的鬼王吗 继续躲下去也没有意义 必须想办法闯出一条生路 是可忍 孰不可忍 把我吓得躲在道观里五年不敢出去 今天不管来的是什么东西 我跟你拼了 并长生推开厢房大门 气势汹汹地冲了出去 星宇 你说了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我劝你选真心话哦 你看 那几位男生 盯着你都快流口水了 说不定 你今晚就能直接脱单了呢 瑶瑶瑶 别开我玩笑了 我选大冒险 夏星宇有些紧张 还有几分羞涩 他不太习惯这种人多的吵 今天还是 同寝室的苏瑶硬挖他来 大冒险 你认真的 哇 星宇 我劝你还是选真心话吧 这好像也没什么难度啊 星宇 你不知道 这道观 闹鬼 据说 这道观明明已经荒废好几年了 但 附近的村民 有时候会看到道观里 有一个年轻人的身影出现 那不是鬼还能是什么 鹰 应该只是谣言吧 但 既然已经选大冒险 他还是深吸了口气 朝着道观方向走去 visually 俊哥 这头疼 好逼真啊 这东西 可花了我好几万呢 小心这点用 嗯 好 不错 这绝对能吓得下心雨 俊哥 我们吓呼他干啥啊 富家哥的内心真难懂 居然还好这口 这你就不懂了吧 你听说过掉桥效应吗 两个人在一起经历危险的时候 会错误地把心跳加快 当作对对方的好感 等一下你跑出去 吓下心雨一跳 我来个英雄就没 这不是分分钟把他拿下了 而且我在山脚下都已经开好酒店了 今晚 开起来 还得是俊哥学问多啊 我们赶紧跟上去吧 免得把人跟丢了 张俊点了点头 二人连忙摸黑追了过去 俊哥 这地方不会真闹鬼吧 闹鬼 你TM现在比鬼还吓人 吃油鬼也是你吓他 快去 不然又错过机会了 夏新宇虽然很害怕 但已经取出手机 准备跟道观合影了 神 什么声音 僵 僵尸 这地方 竟然真闹鬼了 喷的一声 旁边道观的大门 突然被打了开来 一个身穿道袍的身影 道袍 又一具僵尸 中西方的僵尸这都凑齐了呀 完了完了 早知道 就选真心话了 这是哪里来的小子 这不害我大忌吗 不能让这小子坏了俊哥的好事 先把他下晕再说 小子 算你倒霉 他高准双手 他就朝着韵长生冲了过去 呲牙咧嘴的 看着十分害人 五年前 白鬼夜行 最弱的鬼 都比这玩意恐怖一百倍 五年后 他们竟然就派了这么个玩意 来收拾自己 这也太看不起人了 妈的 跟你拼了 今天不把你打出屎来 我就不幸运 五雷正法 这这这 这是什么情况 妈呀 救命 有些不对劲 五雷正法虽然是道教经典 但 我只能换出普通的闪电 眼下 这道紫色的闪电 明显非同寻常 若不是第一次使用 这威力 怕是能把那头僵尸给劈成飞灰 他怎么有点像传说中的紫霄神雷 这可是传说中的十大神雷之一啊 可是自己明明修炼的是五雷正法 为什么会换出紫霄神雷的时候 突然 一道惊呼声 打断了他的思绪 他 他的屁股焦了 这哪是什么僵尸 这分明是一个人 闲的吧 大半夜不睡觉跑来吓人 要是下次要是闲多喝点白开水 说完韵长生给他来 陈凯本来就疼得死去活来的 韵长生这一脚 差点没给他直接送走 僵尸先生 你 你这样会弄死他的 哼 他大半夜跑来吓我 弄死他都算便宜他了 而且我不是僵尸 你见过这么帅的僵尸吗 现在僵尸都开始臭美了吗 这时 乌云渐渐散去 月光洒落 夏星雨也终于看清了 他眼前的那群僵尸 原来这个倒是 看起来好年轻好清秀 对 对不起 你道歉就道歉 你脸红得泡泡茶壶啊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大半夜的 对妙龄少女意图不轨 你认识这头玩意吗 认识的话就把他拖走 到关门前不能乱丢垃圾 还好不是白鬼夜行找上门来 回头还得仔细研究下 这紫硝神雷是怎么回事 如果自己能熟练掌控 说不定自己 夏星雨掀起陈凯的头套看了眼 怎么会是他 他一个人 自然是拖不动陈凯 没办法 只能跑回露营地海帮手 但没想到 一遍发生 鬼 真的闹鬼了 这 这地方怎么真闹鬼啊 素瑶被吓得发戎失色 其他几人也好不到哪去 包括刚讨回来的张俊在内 几人被吓得浑身直哆嗦 六神无主 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 好啊 关键时刻 夏星雨焦急了一声大叫 夏星雨跑到几人面前 拉着他们 便朝着山下的方向跑去 欣仪 谢谢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好快点 听说过 鬼怕人多的地方 只要能逃到山下的小镇 我们就安全了 但他们本就是脆皮大学生 体力堪忧 跑个一千米 就能要了老命 更别提跑山路了 不过五分钟的功夫 他们的速度便慢了下来 眼看着那猎头女 小鬼 还要追上去 张俊突然半路 救我 快 快救救我 眼看猎头女 小鬼 距离她已经不到十米 但 谁敢救她 关键时刻 一道倩影 挺身而出 夏星雨折返回来 拉起了张俊 星雨 谢谢你 还有 对不起 什么对不起 夏星雨还没理解 张俊的话是什么意思 他就被张俊 抹地推了一把 张俊 你 他怎么都没想到 他折返回来的张俊 结果却被张俊 当成了幼儿 张俊头也不回 驳路狂奔 他确实喜欢夏星雨 但现在 命更重要 死到有不死平的 要怪 就只能怪你太善良了 张俊 你这个混蛋 我真是看错你了 我万万没想到 张俊竟然能做出 这么畜生的事情 我居然还答应 要帮他追夏星雨 一旁 其他几人 也是怎么都没想到 张俊竟然能 忘恩负义到这种地 完了 此时 他几乎都能闻到 两只利物 腥臭的骨骑 他逃不掉 就在猎口 女张大嘴巴 准备把夏星雨的脑袋 整个吞下的时候 我就知道 黑莲印记 不是空穴来风 你们果然来了 拿你跑 看哪 虚空圣殿 紫霄神雷在线 那只女鬼 也被这巨大的动静惊动 他抬头 看向天空 眼中满是错愕 哈哈 嘴巴张这么大 肚子饿是吧 我这就会保你 运程生伸手 对着女鬼一指 紫霄神雷从天降 直接灌进了 女鬼巨大的嘴巴里 他只来得及发出 一道凄厉的惨叫鼠 便四分五裂 最后 更是化为飞灰 洒落满地 之前 慌慌张张的 我没有看清楚 但 这一次 这闪电 是这位道长换出来的 这世上 竟然还真有可以呼风唤雨 动用道法的真人 他目瞪口呆 一时间 鬼怪带给他的恐惧 都暂时忘记了 直到旁边那只小鬼 满脸猙獰地吐出舌头 他才猛地惊醒 道长小心 你也别想跑 你也有分 一把紫霄神雷下去 他跟他的长蛇 就已经变成了飞灰 死得很安详 没想到真的能换出紫霄神雷 之前拼那个冒牌僵尸的时候 不是自己的一时运气 这紫霄神雷 对付真正的鬼怪的时候 有克制作用 如此一来 我面对白鬼夜行 也有了几分保障 说不定 我真的可以活下去 这山上不安全 你速速离去吧 道道道 道长 你身后还 还有 什么还有 我咔 一只 两只 三只 足足八只形态各异的妖魔鬼怪 正从山林的四面八方 朝着他逼劲来 不好 我体内的灵气已经全部使用完 这下完肚子了 更糟糕的是 这些恶鬼 已经死死地盯住了孕长生 压根不管其他人 似乎他有着什么格外的吸引力 一道令人头皮发麻的声音响起 一头脑袋开裂 长了四个眼球的恶毒 朝着他猛地扑了过来 转瞬间 已经来到孕长生 身后不到一米的距离 完蛋腿软了 早知道 这五年来 就多锻炼一下身体了 但 这可是鬼啊 他们又不会累 体力再好又有什么用 充其量 不过就是让鬼在吃自己的时候 感觉自己的肉比较劲胖 完了 难道我今晚真的要死在这里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之前死去的女鬼 还有小鬼身上 突然升起两道红色光团 他们速度极快 几乎是在眨眼间 便已经飞了过来 融入孕长生的体内 糟了 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鬼东西 哎 鬼身上冒出来的东西 能是好东西吗 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嘎定了 就在顾长生觉得自己万事休矣的时候 突然 他体内涌出一笔热点 他惊喜地发现 不知道为什么 竟然突破了 练气二层 灵气也回来了 何妄吃妹王俩 也敢在我面前造词 紫霄神雷 从天降 四目鬼 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 就直接被劈成了飞灰 夏星宇看得一愣一愣的 这位道长 太厉害了 面对这么恐怖的鬼怪 竟然还处事不惊 丝毫不惧 那四目鬼 都快贴到他脸上了 他才不紧不慢地动用道法 送他升天 他不知道的是 蕴长生是被吓到腿软 根本动不了 哈哈 今日 平道便提天行道 送你们这些妖魔鬼怪上路 蕴长生兴奋极了 因为这只四目鬼 被他劈死之后 他的体内 也冒出了 跟之前一样的红色光团 融入蕴长生的体内后 他的修为 竟然提升了一丝 我终于明白 之前为什么自己会突破了 自己斩杀这些恶鬼 竟然能提升修为 这些面目可憎 能把普通人下的 魂飞天外的恶鬼 在蕴长生眼里 变得格外的可爱 这哪是什么恶鬼啊 根本就是金燕宝宝 你速速退去 平道要与这些恶鬼 血战到天明 不死不休 道长 夏兴雨感动极了 蕴长生的形象 一下子就在他心中 变得伟岸无比 一个斩妖除魔 为国为民的包人形象 在他心中浮现 他的尊敬与憧憬 犹然而生 但是蕴长生满脑子 想的多是升级 不留下兴雨感谢 他便已经掌控雷电 主动杀向了恶鬼 一溜烟的功夫 他就已经跑没影完 他一边在山里 狂轰烂炸一边哈哈大笑 鬼见了都想查询 他的精神状态 不过这也怪不得他 因为蕴长生 在一桶狂轰烂炸 又突破了 炼气三层 将附近的恶鬼杀了个干净 如果再杀上了几十只 我估计能直接突破到炼气四层 这白鬼夜行 应该不至于只来了这么点鬼 肯定还有同伙 这些王八蛋 竟然堵住了我盗灌的大门 真是冲我来的 你看见过我的脸吗 五面鬼 去你星星的 就这也想吓到我 给老子吃雷 五面鬼很可怕 但很可惜 他遇到了蕴长生 在他眼里 这就是金燕宝宝在卖忙 这一夜 轰隆隆的电闪雷鸣之声 响彻整个紫金山 经久 山上的厉鬼 已经收拾了干净了 这一波的白鬼夜行 我算是撑下来了 虽然不知道为何 这次的白鬼夜行 比起五年前的弱了许多 但这总归是好事 而且 他的修为 也提升到了炼气四层 之前苦修五年 也才看看他如炼气一层啊 看来 之后得多找些厉鬼来斩杀 这才是正确的升级之路 就算这些王八蛋不来找自己 自己也要主动去找他们 这可都是上好的金燕宝啊 但这次的白鬼夜行 力度比五年前的小了许多 我也无法保证 五年前 鬼王横行的那种情况 不会再次出现 还是得赶紧提升实力 五雷正法 为何会变成紫消神雷 这这这 我一直修炼的 难道不是五雷正法 五年前 他是在柴房里面找到这本功法的 破破烂烂 上面还满是灰尘 他估计 师父他老人家 是准备把他当柴烧的 因此 韵长生这几年来 也只把他当做最平常不过的功法 他怎么会突然发生这样的变化 难道 是与我斩杀那些厉鬼有关 他连忙僵持翻开 只见 无字天书一般的页面上 出现一个个滚烫的金字 正是他之前五年 一直在修炼的五雷正法的内容 这竟然不是五雷正法 而是九霄玉雷真经的第一层 原来 我这五年间修炼的 一直是九霄玉雷真经 五雷正法 我已经修炼的滚瓜烂熟了 要是没有后续的功法 我还真不知道该如何继续提升了 出乎本能的 韵长生便翻开了第三页 但 这一页 却是一片空白 恐怕 自己的修炼成第二层 第三层的内容 才会出现 贪多嚼不烂的道理 韵长生还是懂的 他也没着急 把第二层的内容滚瓜烂熟的 记在了脑子里后 他又把封皮背面的总缸给读了一遍 九霄玉雷真经 一共十层 每一层 都对应着一种无上雷法 等十大雷法全部修成之后可灭仙世神 试着时间妖魔诡异的可信 总有一天 我要让那些鬼王 趴在我的脚下穿走促 师父 虽然是你让我这五年来胆战心惊的 但这是我们师徒两太倒霉了 说实在的 也怪不得你老人家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自己也不知道 这世上 还有如此精彩的一面 师父啊 你可要保佑我一切顺利 回头 我让那些鬼王挨个跪到你面前磕头认错 特别是那个鬼王女皇 必须让她哭着求饶 韵长生他永远不会那一碗他的身形 只有普通人类大小 在一众大山般的鬼王中 显得格格不入 但他身上的气息 却是格外的恐怖 只看了一眼 韵长生便感觉在地狱走了一走 他的眼神 更是漠视一切 仿佛将众生都视为蝼蚁 曾以为自己一辈子都没法复仇了 但现在 我终于有希望了 你们这些鬼王啊 来紫金关了 指定没有你们好果之吃 必须打你脸 上完香之后 韵长生便开始修炼 一道敲门声突然响起 紫金关迎来了一位意外的客人 会是谁 紫金关这五年来 可从来没有来过任何客人啊 是你 这不是昨天晚上 自己救下的那个女大学生吗 道 道长你好 夏星宇看起来有些设恐 不敢支持韵长生的眼睛 但她还是鼓起勇气 提起了自己买的果蓝 昨天晚上我都没来得及道谢 所以 想来谢谢道长 没 没打扰到你吧 没事 不打扰 韵长生摇了摇头 收下果蓝 一大早就上门来道谢 这女生倒是有心了 道长 我叫夏星宇 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 道号这东西 一般都是师父来取的 但师父还没来得给击取 就直接嘎了 我还真没有道号 便换我长生吧 她直接用了自己的名字 作为道号 这也是她的一个愿望 修仙之人 又有谁不想真正的长生呢 她便要掌控自己的命运 结发寿长生 长生道长 真是个好名字呢 长生 长生道长 果然很有仙人的韵味 再配上一身道袍 说不清的洒脱跟出尘 在她的身上 有着一股特别的气质 跟我大学里的那些男生完全不同 居士 居士 完了 完了 害羞死了 自己刚才竟然一时间 看得有些吃了 长生道长 我 我可以在你们挂里上个箱吗 嗯 道长 上箱有什么规矩吗 我只是个假道士 你问我我问谁 要不我给师父他老人家烧纸 让他晚上托梦告诉我 心承则灵 夏兴宇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在黄色蒲团上跪下 而后上了三炷香 那是上好的檀香 她的穿着衣服很朴素 看得出来 不是什么富贵人家的孩子 她倒是有心了 夏兴宇恭敬地拜了三拜 夏兴宇起身 准备跟韵长生道别 但 她刚一站起来 却整个人朝着侧边跌倒 道 道长 对不起 你先别动 她发现 夏兴宇的脚踝处竟然红肿一片 应该是昨天 被她同学给推倒在了地上 恐怕 就是在那时 扭伤了脚 真是个小笨蛋 明明扭了脚 还要走这么久的山路来感谢自己 这小姑娘 还真是单纯又善良 你先在这等着 我去拿点贴她酒 不容夏兴宇拒绝 便让她在蒲团上坐好 而后来到她房间对面的另一间厢房 这里摆放着的 多是一些杂物 全是她师父留下的 有了 对 对不起 道长 给你添麻烦了 无妨 小事罢了 下次 不要什么人都救了 有些人 不值得 好 好的 正如蕴长生所说的一样 有的人 他看起来是人 但其实只是披了一层人皮的牲口吧 对了 我的灵气 不知道对回复伤势有没有作用 蕴长生在指尖覆盖上薄薄一层的灵气 再次开始揉面 没想到 这一案 对对对 对不起 道长 我 我突然感觉脚踝那里有些冰冰凉凉的 这是我们道观的独门手法 治疗跌打损伤效果拔群 好了 回去之后 你好好休养几天就差不多了 没想到 灵气的效果竟然这么好 好 好的 道长 真的多谢你了 我 我下次还会再来的 来 来上香 说完他便跑了 这里是道观 不来上香还能做什么 赤光团 怎么跟昨天晚上见过的有些像 难道 这里也没刚被斩杀的利鬼啊 就在手指刚一接触到那青色光团 突然 他的大脑轰隆一声 仿佛脑海中发生了宇宙大爆炸一般 他的大脑变得一片清明 所有的烦乱的思绪 全都一扫而空 他的思维 也变得异常活跃晕敏捷 这 这是什么情况 孕长生感觉 他现在的精神 比平常状态 好了十倍有余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顿武状态 孕长生连忙开始回忆 九霄玉雷真经的第二层 原本晦涩难懂功法 在这一刻 突然变得浅显易懂 一切的难题 全都水到渠成 隐悦而解 没有遇到任何的阻碍 孕长生对九霄玉雷 真经第二层的理解 在飞速地增长 孕长生百思不得其解 他开始回想之前发现的一切 而后抓到了一个关键人物 夏行雨 难道跟上香有关 孕长生尝试上了几根香 但点燃之后 那道青色光团 却并没有再次出现 会不会是跟香的质量有关 还是说 我本人上香 没有用处 看来得下山一趟 多买一些香来试一下了 还有那妹子说过 她还会再来 下次找她试验一下 就能得出结果了 孕十三刚准备出门下山 无料 才刚出门 就遇到了又一位客人 今天真是奇了怪了 五年没遇到任何一位客人 今天却连续来了两位 你是 孕长你好 我叫苏瑶 昨天你救了我们一命 今天特来感谢 居然来都来了 刚好过来验证一下我的猜想 带着苏瑶来到大殿 苏瑶一眼便看到了摆放在旁边的果然 道长 有人在我之前来过了 我算是来得很早的了 居然还有人来得比我早 那岂不是连睡觉都没睡 买了果然 就直接来了 应该是你同学 她叫夏欣宇 听到这话 苏瑶的眼神 突然变得暗淡了几分 道长 多谢昨天的救命之恩 欣宇是我同寝室的闺蜜 昨天晚上 是我害了她 如果不是你 她可能已经被恶鬼吃掉了 我也没想到张俊竟然是这种畜生 她平日里表现得温威尔雅 我还以为她是个好人 张俊求了她好几次 希望她能创造机会 一开始 她是拒绝的 但张俊求了她好几次 软磨硬泡的 再加上她平日里 在班级里封瓶确实不错 这才终于答应了下来 道长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觉得自己没资格当心语的朋友了 韵长生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站着 苏瑶看着韵长生沉默不语 双唇紧闭的样子 突然恍然大悟 道长 我误了 你的意思是 沉默不语 不会有任何改变 我知道了 我会把一切都跟心语说清楚 如果她不愿意原谅我 也是我咎由自取 你误了个什么玩意 我只是想不出办法 在那发呆啊 姑娘 你想太多了吧 道长 改日再向你道谢 今天我心回去了 苏瑶说着 便准备离开 韵长生连忙喊住 局势 上热香再走吧 好不容易来个大火人 我可得验证下 自己有关那个神秘光环的猜测才行 道长 我没带现金 微信扫底可以吗 你看我这道怪 像是通电了的样子吗 我的手机早就扔那吃回好几年了 不用钱 只要居士的一份诚心即可 韵长生给苏瑶递过去几根钢 找出来的箱 这让苏瑶顿时有些尴尬起来 哇 这是真正的室外高人啊 自己竟然提钱 真是太俗了 他满脸不好意思 连忙接过箱 对着神像败了三百 而后插进了箱楼中 看来 自己上箱不行 必须要其他人在紫禁关里上箱 才会出现这神秘光团 送走苏瑶后 韵长生迫不及待地回到正殿 观察起了新出现的光团 这有点小啊 这是怎么回事 韵长生尝试着触碰光团 他再次进入了作异状态 他连忙开始修炼九霄玉为真经 怎么这么短 就三十秒 看来这个光团跟那人的诚心有关 下一次看看 箱的品质会不会有关系 鬼王们等着我 我一定会让你们感受这时间所有的痛苦 就在韵长生准备下山的时候 报冠里竟然又隐瞒了客 一日之间 竟然来了三拨客人 道长 我叫李飞 昨天晚上你救了我一命 真是太感谢了 说着 他放下了带来的蟹 一桶油跟一袋大米 好家伙 你这也太实在了 不过 这还真比果然好事 道观里已经一厘米都没有了 再待在这 怕是只能吃草根了 这位是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江州电视台的记者 我叫李婉军 李婉军主动上前一路 还给韵长生逼来一张名片 记者 记者找自己做什么 道长 他是我姐 昨天我太害怕了 就跟他说了这件事 结果 他知道后 非要我带他来 我实在是拗不过他 抱歉 刚好 可以通过他来打抢紫金关的名声 到时候就有源源不断的相伙 但不是现在 在确定那个神秘光团的机制之前 我不想被太多人打扰 道长 贸然打扰十分抱歉 但我真的十分好奇 您真的会倒反吗 鬼 世界上竟然真的存在着东西吗 倒反 这都是虚构的东西 李小姐还请相信科学 你瞧瞧你身后的闪香 你身上的道跑 还有旁边的香炉 你说这话 是不是有些不太合适 而且我才是代表科学那一方的好吧 道长 不是我怀疑你 但是 昨晚紫金山这边确实是雷声不断 即使在江州城内 我也听到了那股动静 你真的不会到发 那是很寻常的雷暴现象 热带和温带地区 都可以见到这种局地性 强对流天气 说详细些 就是大气中的层结 处于不稳定时 等等等等 道长 你到底是道实 还是教授啊 我是来探寻神神怪怪的那些东西的 可不是来听我礼课的 平道不才 以前是江南大学的学生 那道长 我们来上炷香 可以吧 可以 两人上完香 李婉军取出一千块钱 塞到了运长生的手里 局势 香火不收钱 我没有白嫖的习惯 而且你救了李飞 就当我请你吃顿饭吧 好吧 在道观里躲了五年 已经啥都没了 如此 那平道便赠你一个香脑 局势可以随身携带 可以驱灾辟邪 运长生说着 从侧垫起来一个红色的香脑 交给了李婉军 去再屁邪 道长你可是说要相信科学的 一些心理安慰罢了 要不 我再跟你说说心理学方面的东西 李婉军连忙摇抵 他可不想继续上课 见李婉军转身 运长生露出了一丝圣母的微笑 小样 还想从我嘴里讨话 你还愣了点 难不言谢 道长 他日有用地上我的地方 刀山火海 在所不前 运长生摆了摆手 让他赶紧走 我这是紫禁官 又不是梁山巨一堂 说的那么肉麻做什么 一大一小 大的跟塑料的差不多 小的怎么只有芝麻大小 看来 我的猜测是对的 光团的大小 跟上乡者的成心有关 得出这个结论后 运长生踏上了下山的路 接下来 就该测试下乡的质量 能否影响光团大小了 至于那两个光团 我想看一看 这东西 能不能保存 如果可以那就太好了 这位道长 绝对有问题 算了 就当是我弟弟的一次梦吧 姐 那的道长好帅啊 跟你年纪也差不多 要不你嫁给他得了呗 闭上你的嘴 还有 昨晚那件事 不要到处乱讲 知道了没 哎呀 姐你别这么凶嘛 你就是太凶了 所以一直找不到男朋友 别别别别别 别痛痛痛痛 别揪了 耳朵要掉了 李婉军先是把李飞 送到他们学校 而后便准备回公司了 然而 正当李飞准备下车的时候 一辆失控的大货车 忽然朝着这根急速狂败来 不好 完了 李婉军惊魂未定地站起身 回过神过来才发现 整辆车子全部变形 车头严重陷进去 我为什么没有事 车子成这样了 为什么我一点事都没有 只有轻微地擦伤 什么味道好像 这是 他顺着香味的方向看去 不由得大吃一惊 这是韵长生给我的那个香囊 刚刚还玩好无损的香囊 现在 竟然整个破了 这这这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 难道 这世上 真的有不科学的东西存在 哎 五年没下山 现在最普通的檀香 竟然要七八百一盒 再网上 陈香 龙咸香 那就要四味熟起了 还好没为了面子没收钱 不然我连最便宜的香都买不起了 韵长生买完买了一些便宜的鲜香 然后又忍痛 买了一盒檀香 现在他全身上下只剩下了一百块钱 这一百块 得去买点肉跟蔬菜 调味品也得买一些 还好李飞那小子给我送了油根米 不然真要饿死了 韵长生惊打细算 恨不得一块钱掰成两块用 走着走着 一股香气突然调皮地钻进了他的鼻腔 不行不行 这太贵了 使不得 你餐下去 自己接下来这段时间 就只能吃大米饭炖树皮了 但是 这香味真的太诱人了呀 就在韵长生纠结了两分半的时候 最终还是决定花个二十句款 去补充一下油水时 突然 一道身影 从前方匆匆跑来 跟韵长生撞了个马怀 抱歉 对方似乎有急事 说了句抱歉 就又急匆匆地走了 韵长生也没在意 打街上马 撞到人也是时有发生的事情 但 他马上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今儿是真不错 刚开张 就遇到个肥鱼 看打吧 吃个道士 这些出家人 应该都很有嫌吧 怎么就一百块钱 哪来的雄鬼 晦气 老子家养的狗 一天的狗粮都不止一百块 你这个不行看我这个 哥们这波收获七百多 还不赖 你的眼光还是差了点 怎么偷到这种穷逼头上 中午我做东 咱们吃顿好的 也算给你区区晦气 那感情好 等吃完 再去洗个脚爽一下 那我可不醒客啊 两人勾肩搭背 就要离开小巷子 你不在说谁呢 哪里来的神经 小子 别特么挡路 赶紧滚 就是这小子 就是我刚才偷的那个穷鬼 你就是那个穷鬼 怎么的 不服气 想跟哥们练练 甚好 希望你们两个老鼠能够有趣一点 不然就太无聊了 神经兮兮兮的 你在嘀咕什么 运长生突然一个顺身 就来到了光头男的面前 直接一拳 碰击他的面门 光头男人被击退击米 这些道士不是都该若不禁风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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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是好不吃的 什么都 你们要做什么都好 这样就知道了 贾克难怒了 他听见运长生大笑 还以为是在嘲笑他们 老子今天就像你什么叫后悔 他扬起一拳 就朝着运长生的面门倒了过去 运长生 喊你 运长生还是知道他们不是故 所以也只是报答了他们一顿 顺便再朝他们借了一点钱 加起来 竟然有一千多块 你你你 你太过分了 我还有更过分的 你要尝尝吗 你你 贾克难怂了 但他还是咬牙的 我们是跟三爷混的 你得罪了他 没好果子吃 三爷 没听过 记住这张点了吗 回去告诉你那什么三爷 他要是不服气 就来找我 说吧 运长生一人一脚 踹晕了两人 扬长而去 运长生神清气爽 有了两位散财童景资助 他的钱包终于是补了一些 在回去之前 先吃顿饭吧 来到前台 运长生刚想点单 就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 欢迎光临肯打鸡 请问 长生道长 你怎么会来这里 下山买点东西 顺便吃个饭 你在这里做兼职 嗯 道长 今天我请客吧 想吃什么随便点 正愁没机会感谢道长呢 这不太好吧 运长生有些犹豫 看下星宇的家庭条件 估计也很一般 不然 他也不会脚伤还没好 就跑来做兼职了 道长 你要是不点 我就帮你下单了 夏星宇笑一名的道 他身上其实也没什么钱 今天早上的果然 都是他咬牙买的 一会跟店长预知几天的工资 大不了接下来天天吃泡面 一定要尽力招待一下长生道长 见下星宇如此坚持 运长生就点了个最便宜的套餐 但 除了运长生点的之外 还多了几份小吃 这些是 道长 我正好差不多要下班了 我肚子也饿了 就陪你一起吃吧 你不会介意吧 运长生摇了摇头 他也没多想 但夏星宇坐下后 却只吃了几根薯条 看来 他是看了出来 怕我吃不饱 这才找了个借口 两人一边吃饭 一边闲聊 运长生这才知道 夏星宇他们 是江州大学外语系的学生 昨天 是那个叫张俊的富二代组织的 运长生也问了那个 叫陈凯的狗腿子 这才得知 他竟被连夜抬到医院去了 据说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哼哼唧唧的 至于运长生 这事儿是怎么都算不到他头上的 毕竟他是被雷劈的 难不成怪我了 两人有说有笑 却不知 一道身影 看着这一幕 脸色很是难看 星宇 他是谁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们应该不是很熟吧 之前面对这小子的时候 笑也如慌 对上自己 就摆出这张抽脸 星宇 我是跟你道歉的 昨天晚上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只是一不小心手滑 这才害你摔倒了 回去之后 我一直很后悔 你没事就好 夏星宇目瞪口呆 世上竟然如此厚颜无耻之徒 运长生直接被逗笑了 即使夏星宇在傻白天 也不至于信他这种鬼话吧 怎么 你有意见 这位居士 你不要把人当 你昨天忘恩负义的行为 大家可都是看在眼里的 我家大黄 都做不出这种事 大黄是谁 我养的狗 你 骗你的 其实我没养狗 我只是想说 你连狗都不如 这家伙 到底是哪冒出来的 好一个牙筋嘴利的小子 回头再收拾你 张俊取出一个礼盒 递给夏星宇 星宇 我是真的很后悔 给我一个道歉的机会吧 是诗华落士奇的项链 对社会人而言 不算太奢侈的品牌 但对区区学生 他觉得这还是能守到勤爱的 张俊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不熟 请回吧 夏星宇还记得 韵长生的那句忠报 不是什么人都值得救的 夏星宇是我看上的猎物 就绝对不容许 其他人插手抢夺 他是我的 星宇 我会让你看到我的诚意 在这里 我直接省略唱歌了 道长 我以前真没发现 这 这家伙怎么这么肉麻 这里可是快餐店啊 又不是西餐厅 要不要给他点小教训 帮一下这位单纯的妹妹 说不定 回头他就能贡献 更多的青色光环呢 这不太好吧 道长 暴力会不会不太好 暴力虽然也能解决问题 但 频道不喜欢用那么低级的手段 你就瞧好了吧 他在桌子下方的时候 对着张俊所在的方向 微微一弹 一道微不可见的紫色电弧 便朝着张俊击射而去 这是紫霄神类的削弱版 连百分之一的威力动力 但 却可以带来一些惊喜 怎么回事 但 他也没太当回事 继续弹奏 但马上 那种酥麻的感觉 又出现了 这次 他整条手臂 都不由自主地颤动一下 你们这电是怎么回事 这钢琴漏电啊 好不容易找到机会 可以在夏新宇面前漏一手 这不给自己添乱吗 嗯 钢琴又不差电 怎么会漏电呢 这不是来找茬的吗 这位先生 本店的这架钢琴 不是电当琴 你什么意思 你是觉得我在说谎吗 店长刚想说些什么 却见张俊 突然身体猛的一抽搐 这小子 不会真是来碰瓷的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自己的身体 怎么好像抽电了一样 抽电的力度 越来越大 不妙 快快让开 卧槽 厕所 厕所 但他话刚说完 他就开始延续地喷水 店的人开始疯狂地逃窜 这尼玛已经不是拉扣兜的程度了 这这么的都快成喷泉了 救命 救命啊 尼玛 你是对面华莱士派来的刺客吧 卧槽 这简直比疯狂星期四还疯狂 快来人把他嫁去 我猜 人呢 怎么都逃光了 道长 这 这是你做的 这比被揍一顿还惨啊 彻底射死了 人见自有天收 他这是遭报应了 走吧 这地方 已经不适合用餐了 换个地方 这次频道请客 夏星宇本想拒绝 但拗不过韵长生 最后 两人简单地吃了顿快餐 韵长生便与夏星宇告别 返回紫金山 临别前 夏星宇看着这位神秘道士的背影 愣愣地有些出神 自己好像又欠了他人情 下次 带点礼物去见道长好了 也不知道道长会喜欢什么 刚回到紫金关 韵长生就止住了脚步 神色变得紧剩了几分 到关门口 怎么有一道黑影 不会是白鬼夜行又来了吧 这次自己手上的黑链印记 怎么没有发烫 要不要偷偷给那道身影来一棍子 这山上别的没有 就是乱七八糟的树枝木棍多 至于会不会打错人 哪个正经人大碗上的美食盖 在人家家门口转悠 说不定 他就是昨天白鬼夜行的漏网之鱼呢 长生道长 你在吗 他知道自己今天刚取的道号 对方在敲了一阵门后 似乎准备放弃 他转身 居士找我有事 还好不是鬼 是不是太年轻了 在异象里 那些隐居的道人 不说七老八十 最少也得徐发揭摆吧 这年轻人 估计跟自己岁数都差不多 甚至可能比自己还小 而且他怎么鬼鬼祟祟的 从哪冒出来的 你好我叫刘若雪 中瑞地产的总裁 总裁啊 霸道总裁找自己干啥 是婉君介绍我来的 我 我遇上了一些麻烦 希望道长能出手帮忙 婉君 早上那个李婉君 自己跟他应该不熟 他应该也不清楚自己的本事 他怎么会找人来让自己帮忙 先进来说话吧 详细说说吧 怎么回事 我爷爷病了 整整一个月 卧病在床 没有任何好转 天 我又不是医生 这事儿 你应该带他去人民医院 你别看我长这样 我不会以七预针 也不会鬼门十三针 更不会扎一针 就让尸体复活的那种 我们从省里请了不少名医 领及的外科医生 中医太陡 但都没有什么用 我不是来求医的 局势但说无妨 嗯 道长 不说五年前遇上的那些 就昨天晚上 自己都批死不少 这不刚好专业对口吗 嗯 局势 我们这是唯物主义的世界 你可能太累了吧 哈哈 道长 这个世界 可能没我们想的这么简单 我最近听说了一些传闻 有人在拜佛的时候 佛像突然开口 询问愿望 那人满心惊喜 道出愿望 结果他的愿望 真的实现了 但在实现愿望后的第七天 他从三十层高的大楼上一跃而下 没有任何预兆 我还听说 有间学校的音乐教室 每到晚上 都会响起令人毛骨悚然的歌声 歌声是由十三道不同的男女声音构成的 有好事的人大半夜前去探险 结果从此之后 声音变成了十四道 最后一个 是听我朋友说的真实 有个混事会的大哥 他每天祭拜关公像 有一天 关公突然睁眼 大哥惊喜万分 以为关公显灵了 没想到 那关公竟然留下训练 把那大哥细细地剁成了小姐 前两个故事倒是没什么 很普通的诡异故事 来 最后一个 是不是有些不对劲 细细地剁成扫子 这是关公 还是正关心 也只有一个字对上 道长 如果你有办法 希望能帮帮我 我也去过不少有名的寺庙道馆 花了不少钱 但没有任何用处 钱是假的 眼下 我也只能指望这个年轻的道士了 韵长生想了想 从自己住的厢房里 随手撕下一道皇服 交给了柳若雪 这是我这几年画的 应该也有紫霄神类的一丝微能 对付个寻常小鬼 问题应该不大 鬼一击就死 至于人能不能活就不保证了 道长 希望你能亲自下山一趟 我不会让你白跑的 你报个数吧 听到有钱哪 韵长生眼睛一亮 伸出了一根手指 十万 可以 我现在身上就带了五千 先当定金吧 我靠 多 多少 十万 我伸一根指头 只是想要一千块呀 就这 我还思考会不会太多把人吓跑 这是遇上富婆了呀 早说有这么多钱啊 马上走都行 局势的诚心 我感受到了 我就破例出手 帮你一次 那道长 明天我派人来接你 天色已经不早了 说完 刘若雪便到此离开了 他前脚刚走 韵长生的笑声就忍不住了 这么多钱 回头我整个太阳能发电板 再整台电脑 买个手机 不是美滋滋 冰箱也得整一个 里面放满肥宅快乐水 在深山老林里 也能当网瘾少年 看来是可以长期存在的 随后便开始吸收 开始顿武 咦 我这正点 怎么有个洞 这破破烂烂的屋顶 能吸引到谁来 让频道抓住你 没你好果之吃 哦 是我呀 那没事了 反正马上就要有钱了 倒是不在乎这些了 道长 我们就这样空着手去啊 不然呢 这 我看电视剧里 不都得准备一些福祉 糯米 黑狗屑之类的东西 甚至还有带活攻击的 这倒是看得太不专业了 好歹你也得背个桃木剑 手里拿个罗盘吧 你这一身打扮 比去浇油都干净利落 那是他们道行不行 那小姐请的这个道士 真的靠谱吗 今天可不是闹着玩的 好家伙 不愧是大户人家 这可比自己的道观奢华多了 看来是头肥猪 有实力的客户 这奔情 看来今日 这解决问题的道士 恐怕不止我一个 这人不是大小姐请的 无碍 这些玩意 真的有用 师傅珍藏的点击里 根本就没有记载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也不知道是紫禁观里的书 太少了 还是这些本就是骗人的东西 但是比起别人 运长生 倒更像是个假 长生道长 你来了 问啥长生道长 怎么两手空空的就来了 其他的道士 可都是带来了 一面包车的装备 看这驾驶看来 就带了一个人过来 道长 你的装备呢 有我本人在此 一切足矣 自己不会是选错人了吧 可是李婉军说 那个香囊确实保住了他 难不成是搞错了 若雪 你请的道士还没来呢 怎么就先来了个道童 大伯 长生道长 就是我请的道士 这么年轻 能有什么本事 柳若雪 你这不是胡闹吗 若是出了些什么意外 你担得起这责任吗 大伯 这就不用你担心了 如果真出了意外 我会负责 你最好能负得起这个责任 他们这 就大家族里的那点是吗 老爷子还没定下继承人 就突然病倒了 而且大小姐这么年轻 就被安排了总裁的位置 总会有人心生不满的 这倒是与我无关 反正我只要解决问题 拿走属于我的那一份就行 抱歉 长生道长 我倒不说话 不太中听 无妨 有没有本事 嘴上说没用 终究还是要在手底下见真章的 对了 什么时候开始 应该快了 柳先生可是信不过在下 竟然还找了其他人 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 你们柳家 这是病急乱投医了 一个无名小卒 什么档次 也配跟自己做同一场法事 张道长 十分抱歉 我执迷不懂事 瞎喊的 小孩子嘛 哪儿懂这些 不靠谱 你不用管他们 我还以为 在你柳家眼里 我跟这种黄毛小儿成一个水平了 那哪儿能啊 您是白马关的真人 十里八乡 谁不知道您的大名 论资历 本事 名气 您都是这个 不像有的人 也不知道是哪个深山老林出来的村夫 带着你的人滚一边去 等会儿别添乱 唉 只能赌一把了 大伯 长生道长的本事 肯定是派得上拥场的 我也是一心想救爷爷 我是不会走的 你 无妨 就让他们待在这吧 不过 等下若是被吓得尿了裤子 我可不负责 也别指望我出手救他 抱歉 这张道长 确实有几分名气 在江州夫人圈子里很受欢迎 所以比骄傲气 希望你是真的会 不然 他们可是不会跟你开玩笑的 我也不会 不愧是张道长 这是有真本事的人啊 这个咒语倒是熟悉 报官的典籍记载过 这是镜天地神咒 是杜鬼的咒语 但也只能是普通没有乐意的鬼 但对上那些诡异 只会惹怒他们 所以这对刘老爷子 真能有用吗 假如 无妨 恶鬼马上就要出来了 且看频道让他魂飞魄散 老爷子果然是被恶鬼缠身了 难怪找遍名医都没有任何用处 这位长生道长 胆子好大 但是长生道长的眼神有点奇怪 感觉想是有点兴奋 就像是看到了有趣的玩具一样 一道令人头皮发麻的凄厉叫声 从刘老爷子的肚子里 原本勤网的天空在肉眼可见的随着 暗淡下来 令人毛骨悚然的阴朗气息 从刘老爷子体内爆发而出 厉鬼 是 是厉鬼 只有厉鬼身上才会出现鲜血 吴 不行 得逃 他已经盯上我了 对 对了 我还有他 不吃死活的东西 还敢在我面前造刺 鱼鬼已经红着双眼 散发着滔天的面子 朝着他飞了 鱼鬼的动作 固然为之一致 真的有用 玛雅 这厉鬼 今天这所有人 恐怕都得死 他那华丽的法袍 却在这时候给他捧了一刀 他被自己绊倒了 就在这个时候 鱼鬼已经一只手抓住了他一只脚了 救命 救命啊 救救命啊 我知道我错了 我不该嘲讽你的 运长生一脚 把他送回了猛鬼边上 你 你 我跟你 运长生就眼睁睁看着这位刀士 被鱼鬼一口 一口 直到 你 运长生手上聚集着一丝 絞交神bei的威力 一个翻身直接到女鬼身前 面对如此可爱的女鬼 孕长生的兴奋再也安纳不住 放声大笑 这道长 怎么生猛的吗 这女鬼怎么吓人 你就这样 在享用美食前 要让美食放生就位 你说句话 在孕长生 玩累了之后 众人看着本来就血肉模糊的女鬼 更加的血肉模糊 这还能弄 玩累了 我可以到这就送你上屋 看你这样饱受痛苦 相比你的味道 一定会更加美美 一道子 划破天空笼罩着的乌云 我 我没看错吧 长生道长 他换出了雷电 这可比什么桃木剑 皇服要震撼太多 这世上 竟然真有道法存在 这位长生道长 是真正的真人啊 还好自己一直选择相信他 不然今日 这里怕使要变成地狱般的场景 没人可以逃出生天 我那个糟干 刘若雪带来的这个年轻人 竟然这么厉害 今日真是多谢道长了 若不是道长 我柳家大难临头啊 我们很熟吗 要不是没有机会 高低也给你查出去 让你跟女鬼亲近一下 在这里先暂停一下 我为了给大家带来更精彩剧情 我特意换了新电脑 剪辑快多了 旧的联想拯救者 我放转转上回收了2400多 像我换下来的旧手机 游戏机 相机啥的 都会约转转工程师 免费上门估个价 价格满意现场打钱 特别靠谱 总之听我的 二手回收 认准转转APP就对了 自己好歹也是江州 有头有脸的人物 居然一点面子都不背自己 孕长生来到张道长的身旁 看着血肉模糊的张道长 直接一道闪电劈向他 张道长原本血肉模糊的身体 突然化作一道烟雾 只留下一个残破不堪的 一个用稻草编织成的娃娃 张道长的身形 从烟雾中缓缓走出 我就知道你还活着 就这个小手段 你还能骗我不成 仙 仙师 找晓得有什么事吗 我有些话要问你 此地不方便讲话 还有你 赶紧滚去换一件裤子 仙师 您找我有什么事 问你几个问题 这些鬼怪 是不是有等级之分 这道长这么厉害 连这都不知道 回仙师 他们确实有等级 据我所知 这些鬼物分为七个等级 冤魂 厉鬼 恶鬼 鬼江 鬼王 鬼皇 鬼帝 不过 我遇到的最厉害的鬼物 也就是厉鬼 它已经很要命了 更高级一些的 若 孕长生又详细问了一下 这才得知 对于寻常人而言 厉鬼就已经棘手到了极点 到了鬼将级别 甚至要惊动一些 天师级的人物 才能解决 至于鬼王 那是足以毁灭 一个城市的存在 堪称天灾 如果一尊鬼王 就足以毁灭一座城市 那 自己遇到了一百尊 究竟是怎么回事 还有那个统于鬼王的女鬼 她又是怎么回事 难道 是更加恐怖的鬼弟 你现在是什么境界 说来惭愧 我偶然获得 一卷功法残卷 苦修术十载 才勉强练弃弃一层 练弃弃一层 这样看来 自己修炼五年 才练弃一层 似乎也不是太惨 眼下 还是要击杀厉鬼 来提升实力 自己再杀个 十几二十只厉鬼 就能升到 练弃五层了 自己似乎也不是 完全没有抵抗的本钱 那什么境界 可以预见飞行 自己那便宜师傅 到底是什么境界 能预见飞行的高人 最少也得是 传说中的金丹老祖 那是跺跺脚 就能让整个世间 抖三抖的大人物 什么 金丹老祖被一脚 才死了呀 妈蛋 我还想着什么 抵抗的本钱 等死吧 摆烂了摆烂了 还是多给自己 提前烧天纸吧 恐怕 白鬼夜行 也有着某种规则 或者说是限制 最后一个问题 你听说过 白鬼夜行吗 听过是听过 但这东西 只存在于传说之中 它比阴兵戒道还恐怖 即使有人见过 也全都死了 所以很抱歉 我也不知道更多的内容 蕴长生摸着手上的 黑帘印记 打发走了张道长 一门 可要快点来啊 你的不来 我可是很无聊的 长生道长 打扰了 您现在有空吗 长生道长 钱我已经存在 这张卡里了 嗯 合作愉快 折腾了一整天 运长生回到紫禁关的时候 天色都已经黑了 大门怎么开了 门锁 竟然是被人暴力撬开的 怎么回事 有人找麻烦来了 看来 这门出来 已经没啥口砸了 这个也给他砸了吧 你砸够了没 你终于回来了 可真是让哥们一阵好等啊 你在这里保持 就不怕恶意产生了 你不会想告诉我 举头三尺有什么弥漫 告诉你 老子从小就不信这些 我三岁那年 就对着神像杀过尿 要是有报应 怎么这么多年了 还没来啊 是不是天上信号不太好啊 光头难看着运长生 浑身散发着不祥的气息 这小子怎么感觉 花风不太对劲 哼 就凭你 哥们也不跟你废话了 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今天乖乖给我打一顿 这事就算了了 但你如果不知好歹 还想反抗 缺胳膊断腿的 就怪不得哥们了 是谁 怕你来的 哥们是有职业素养的 你别想从我口中 问出半个字 好 那好 希望你也要坚持得久一点 非常让我有那么一丝愉悦 就你试试 多 以小子搞偷袭 有种让我先出手 不可能 这小子力气怎么会这么大 一定是我刚刚砸东西 砸得没劲了 对一定是这样 这倒是有点邪门啊 不能这么继续下去了 都给我上 弄死他 他ABC的 你以为我一个人就来了 老子做事 追求万无一失 你心情在邪门 一个打五个试试 就凭你们一群 躲在阴暗的老鼠 在这里空间有限 去跟我去外面 他敢不敢 行 我就让你死个明白 动手 弄它 这 怎么会 明白 就不能 让我尽心一点吧 老爸 就一点 一点点也好 刚刚是啥情况 怎么会这样 我不信 一个到死的拿我怎么样 来啊 有本事就给我脖子来一下 干啊 没 卧槽 这小子是什么情况 倒法 还是腺素 快跑 肾上腺素的雕声 让原本发麻的腿 在求生的本能下 瞬间动起 身下几个小弟 也跟着跑了起来 这就是我 吃了老鼠 就好 不然我们亲在 没电 哥 你玩真的 皮歪了 这次得瞄准了 没 哥 你送我亲客 别 别雷了 我害怕 不给你们点颜色长长 真当我鬼剑丑白叫的 安嚎声 一直持续到了第二顶天 先是饶命 然后是救命 最后 变得跟蚊子嗡嗡似 根本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他们声音都哑了 也没人来救他们 夜风很冷 绑着他们的藤腕又很细 爷爷 我的亲爷爷 我真知道错了 您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 一夜不见 我的辈分长了这么多 现在可以告诉我 是张俊 是一个叫张俊的ABC 他家是做生意的 很有钱 读的江州大学 早就已经猜到是这货了 问得清楚 也只是为了让那小子死个明白 不过 说好的你很有职业素养 不会透露一个字呢 我给你们两个选择 一 留下来做花费 二 去把张俊收拾一顿 他要你们怎么教训我 你们双倍奉还 选吧 一 还是二 你们如果选不出来 那就由我来帮你们选吧 正好 道观旁边的花 最近有些无精打采的 爸 我选二 你们说 是吧 对对对 我们选二 滚吧滚吧 等等 这位也不会是反悔了吧 爷爷 您还有什么吩咐 你不是媳妇老师人吗 你们把道观弄得乱七八糟的 就想一走了之 这是那几个蒲团的赔偿 你是蒲团的皮是金子做的 还是棉花是金子做的 怎么 你有意见 不不不 谁有意见我第一个跟随即 弄坏了爷爷临到惯你的东西 赔偿是应该的 怎么 是不是你有意见 还是你有意见 大哥 大哥 你也太不要脸了 好了 都去正殿上煮箱 然后你们就可以滚了 好好好 大哥 等等我 这一次我可是准备了好几种不同的响 加上他们都被自己吓破了的 诚心方面应该是差不多的 只要控制好这个变量 就让我看看好的香火 究竟能不能影响青色光团 看来香火的好坏 真的可以影响光团生成的大小 最小的那个光团 与最大的那个 大概也相差了三成左右 别看这数字差距不是很大 积少称多 沉香 还不是最好的香 如果能找到一些名贵的木材 拿来制作香火 效果恐怕还会更好 韵长生将光团暂时保留 韵长生虚眼上倒灌的大门 悄悄跟上了光头哥几人 他们还没走远 若是他们出尔反尔 呵呵 自己倒是不介意 真的把他们变成花肥 反正 他们到时候的死因 肯定牵扯不到自己 反正是雷劈的 哥 你不会真要带我们 去做张俊一顿吗 他爹可是张安明啊 去年还入选了 江州十大知名企业家 得罪了他们 我们都会完蛋的 ABC的 那你想让我怎么样 把我爷爷 我不把那位道长的话 当个屁给放了吗 众人回想起那一幕 那位爷是一个 会有道法的高人 你们想找死 我不拦你们 但你们记住 那可是能呼唤雷电的高人 是一个富豪可怕 还是他可怕 用你们的脑子 好好想想 哼一群怂火 好了 都别想那么多了 这件事办完 大不了咱们就跑路 难道离了江州 我们就会又死不成 反正那位爷 是绝对不能再得罪的 万一我们没完成 和没有听从那位爷的话 到时候一个天降闪电 我们到时候找谁说理去 什么这么快就好了吗 不愧是江州最厉害的帮会 这么快就解决了 但恩 我现在就过来 诶 照片拍了吧 打得够不够惨 叫你小子 抢走我看上的猎物 这次只是利息 拍了拍了 可惨了 满脸都是番茄匠 不仅拍了照片 还有视频呢 哇靠 这感情好啊 那自己要好好听一下 那小子的惨叫声 卧槽 你们疯了 四哥 快关关你手下的狗 去你ABC 要不是你这ABC的 哥们几个人这么惨吗 都给我打 你们不是我手买的吗 你们疯了吗 住手 快住手啊 你们等着 我要让我爸弄死你们 饶命 饶命啊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想要钱是吧 我给 我给 怂货 你害得隔几个连江州 都不能呆了 这点教训 算便宜一米了 卧槽 一群王八蛋 你们给我等着 都给我等着 最近 为什么干啥都不帅 这一切都是他 这一定是他 我饶不了你 你 你们还想做什么 没什么 只是忘了点示 对抬起来 看到旁边的垃圾桶了吗 垃圾就得待在 属于他们的地方 哎卧槽 你们两个懂不懂垃圾分类 像他这样的 私有害垃圾 你们怎么丢死垃圾里去了 算了 放着我来 我可是张大烧 江州大学里的风雨人物 怎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哎 那个谁 这里不让乞讨 快点走开到别的地方去 什么我 嗯 不错 快六 这江州谁爱呆谁呆 欣赏完张俊的惨状况 任长生便来到了下星宇做兼职的那条街 哎 老板你们这有没有好一点的锁 有 你看看要什么款式的 那种比较抗揍一点的 怎么了老板 你们是谁 小子 做过什么 这就忘了 三爷请你过去 三爷 想起来了 居然花这么大阵仗来找我 别人都这么热情款待了 那我 哼 想起来了吧 现在知道怕了吧 完了 带路吧 简直 简直是太饱了 又来了一群老鼠 嘴还挺硬啊 你倒是有种 就是不知道 到了三爷面前 你还能不能这么有种 车子在一间废弃的 旧厂房前停下 这里就是三爷的老巢 小子 有什么语言 你可以交代一下 我帮你转告 今天还没有活动活动筋骨呢 那个叫三爷的大老鼠呢 是在这里面吧 操 见过嚣张的 还真没见过这么嚣张的 小子 你有本事就一直硬气下去 等会儿让你哭都哭不出来 在一行人进入旧厂房的时候 对面的一栋居民楼顶 倒是 他的情况看起来有些危险 怎么回事 怎么会突然出现一个普通人 我们摸查多日 终于搜集到了一定程度的证据 找到了三爷的大本营 知道大部队赶到 久能身亡 没想到 在这紧要关头 突然冒出来一个普通人 而且 他明显是被三爷的手下绑到这里的 若是置之不理 绝对凶多吉少 小赵 准备动手 啊 颜队 大部队只要二十分钟就能赶到 把这里团团包围 我们这么做 会打草惊蛇的 颜希月非常犹豫 去了可能三爷会跑 下一次想抓到就难如登天了 但是现在不去那小子 很可能凶多吉少 人命关天 二十分钟 太久了 我们等不了 等我上 来了 坐吧 坐还是算了 毕竟我很忙的 没太多时间陪你 我听说了 你是主动来的 而不是被绑来的 有意思 你是觉得 你能跟我留三碰一碰 是吗 你数数这里有多少人 跟我玩 你有那个实力吗 十六 十七 十八 二十 加上你 也就二十只老鼠 好像不是很多 我应该有这个实力 好 有种 你觉得自己很能打是吧 东子 跟他玩玩吧 小子 也别说我欺负你们出家人 我让你先出手 不不不 你们还是一起上吧 只是一些大一点的老鼠 应该能让我玩得尽心 老鼠 你小子太猖狂了 就这么不把我放在眼里 你小子玩了 你们都愣着干什么 都给我上 就是这样 没有这样才能让我打个心菜 之前都是你们讲别人 心菜 才能到我了 就是这样 没有这样才能让我打个球菜 之前是你们讲别人 心菜 才能到我了 怪我 怪我 快跑 老鼠干什么 他只有一个人 老鼠骂给我上 谁再跑 我就先拿谁去喂狗 快 怪头 去你ABC 老子梦死你 妖怪 比起枪 我觉得还是我的雷更快 打完怪 就该爆金币了 靠 你怎么比你小弟还穷 就几张卡 连现金都没有 这个呢 不许动 全都举起双手 蹲下 这 这是什么情况 足足二十来号人 全都倒在了地上 口吐白沫 浑身褚褚 这里不是三爷的老巢吗 自己这还没到 就已经结束了 对了 那个道士呢 警察 警官 我什么都没做 我是被他们绑来的 嗯 我知道 等一下 你这怎么可能 什么都没干 连队 刘三爷也在里面 他没跑掉 真的 是真的 但是这刘三爷的情况 有些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 他衣服怎么被扒下来了 这些人 都是你放倒的 嗯 是我弄的 哈哈 小兄弟 我可得感谢您 你可是帮了我大忙 他们的老大 刘三道上人称三爷 身上还是有悬赏的 悬赏 多少钱 应该是五万块 还挺多的呀 所以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平道住在深山里 怕遇到劫道的 所以略懂一些拳脚 这叫略懂 自己的搏击跟琴拿 估计是练到狗身上去了 对了 这人怎么教了 他怎么教了 可能是平时坏事做太多 遭雷劈了吧 被雷劈什么的太匪夷所思了 但是眼下这种情况 也只能这样子 但是 他被雷劈 为什么衣服没了 可能是 不许动 全都举起手来 什么情况 不是说情况很危急 会有一场血战呢 结束了 严队长 佩服 真是经国不让须眉呀 这可不是我 全是这位道长做的 道长 啥时候 倒是不去捉鬼去妖 改行揍人了 时代变了 运长生跟严夕月回去做了的笔录 确认他跟刘三爷犯罪团伙无关 运长生便被放不出去 长生道 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吧 回头奖金跟锦旗下来了 我通知你一声 这个 我没有手机 既然如此 等钱下来之后 我直接送过去给你吧 嗯 好 我住在 对了 下个月 局里可能会弄一个英雄表彰大会 希望道长能来参加 表彰大会就算了 我喜欢清静 钱跟锦旗我收下 至于功劳 就算到严队长你投身好了 我们有缘 自然下次会见 那就多谢长生道长了 我欠你一个人情 运长生先是买了个锁 几个扑团 然后因为师工队太贵了 就自己买了些水 回去自己动手 这水泥 好特朴重啊 一袋水泥足有一百多斤咒 看来 回头得想办法去物色点其他法术 什么大力咒 金刚咒之类的 折腾了三个多小时 运长生终于把工系 都给搬回了紫金关 九霄玉雷真惊第二次的进度 差不多到十分之二了 感觉自己对九霄玉雷真惊的掌握 更加娴熟了几分 雷电粗戏比第一次召唤的时候 增加了将近十分之二 威力也确实大了一些 如果能修成第二层 紫霄神雷的威力 估计也能增加一倍 运长生开始折腾 从水泥店老板拿里买来的水泥 开始修补物点 就在运长生开始早餐的时候 长生道长 你读江南大学的时候 是土木系的 木你个棒锤 倒冠上头破了个洞 我自己扑扑 倒是你 你是遇见什么事了 道长 你是不知道 前两天 我解出车祸了 车祸 你解出车祸了 不好好照护的 跑我这干啥 道长 你还记得 你给我姐姐的那个香囊吗 我姐姐毫发无伤 只差一点 我姐就要被拿辆大货 车送去一世界了 所以 我这不是来感谢你了吗 那个香囊 确实有驱在辟血的动向 只是没想到 他们那么倒霉 前脚刚走 后脚就用上了 没事就行 对了 道长 我来帮忙吧 两人忙碌的一个半小时 总算是弄得差不多了 总算是弄好了 嗯 自己动手的感觉真不错 那个 长生道长在吗 我就是 这丫头不会是脸王吧 啊 对 对不起 我还以为你是施工队的呢 好家伙 我还生极了是吧 从土木学长 直接变成工地老哥了 我勒个道 在两人洗把脸后 运长生便回到大殿 两位不嫌弃粗茶淡饭的话 就留下来吃过午饭再走吧 好 道长 你这山泉水 真方便啊 附近的景色稀看也是不错 这么冷静 有些可惜了 这紫禁官虽说在深山老林里 路是难走了一些 但身处的环境 却是真正的称得上山清水秀 你就没想过让道官变热闹点吗 李居士 你有办法 当然 我在学校有个学妹 她平时里 有在搞直播 如果让她来帮忙宣传一下紫禁官 肯定会相火顶正 嗯 确实是一个好办法 但 这小子 说得也太快了 几乎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 道长 对不起 你也知道 我是个大嘴巴 我姐被车撞了 走死医生 这不让我往外说 不得憋死我嘛 所以 那个学妹就知道了这个道官的事 我只说在这求了个香囊 狠灵 其他的一概没说 而且 我也没告诉她弟弟 道长 没你的允许 我肯定是不会说的 你是不知道 她死活 非要我带她来 差点坐地上打滚了 但我还是言辞拒绝了 我嘴巴可言了 如果不是什么奇奇怪怪的主播 你带她过来倒是也无妨 但 别爱直播偷吃贡品的 我可顶不住 但 在一旁下心雨的脸红通通的 什么话也没说 但是少女的脸红 能说明一切 哈哈yes 长生道长同意了 这样回去就不用被烦死了 道长你就放心吧 保证靠谱 而且这地方这么偏僻 如果他在你这地方灌来 咱们直接一棍子敲晕买了算了 我这是正经道观 直接买了多不靠谱 先来一发雷 变得外焦里嫩的 再给买了 保证谁都找不到自己头上 怎么被这小子带歪了 自己是正经人 怎么会做这么残忍的事情呢 在两人吃完饭后 那箱再走吧 嗯 道长我们走了 下次我们再来看你 看来Bug没能卡成功 只生成了两个青泽光团 我还让他们分别上了两次香 也是 如果能无限祈祷 无限制造光团 不是能给我光团刷到爆 这两个光团是真大呀 特别是下心雨的 比上一次都大了一倍 看来 自己得跟他打好关系才行 这可是优质客源 接下来就将九霄玉雷 真经提升一下 接下来该找找 有没有其他的功法 匿急 借助动物状态 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修炼成 也不知道 能在什么地方找到此类功法 太阳能板什么的得提上日程啊 现在天一黑 就干不了其他事情了 回到自己房间 孕长生进入了修炼之中 也不能全靠动物状态 平日里的修炼 也不能荒废了 一大早 天还没完全亮 孕长生便出发 前往市区开始找太阳能店铺 但 安装太阳能板要两万块钱 不够便来到附近银行 孕长生准备取钱 用的是柳若雪给她的那张卡 但 看到卡里的余额的时候 她却是愣了一下 没想到 她倒是挺会做人的 老板就按照刚才的价格来 好嘞 上帝里面请 孕长 实在是不好意思 安装师傅家里出了点事 要不 我们改天再约个时间 能告诉我是什么事吗 这 我说这些 你可能觉得我是在找借口 但这是二千针万确 我拿人格保证 安装师傅家 有人撞邪了 撞邪了 可不是吗 他女儿 昨天晚上回来还好好的 据说到了半夜 突然开始上吐下蟹的 本来以为是食物中毒了 正准备送医院呢 开始吓自己脖子了 可把老丁给吓的 老板 可以告诉我地址吗 简直 简直是太宝了 居然还有惊喜 这 老板 你看我这打扮 这不真好专业对口 老板想了想 他打了的电话给老丁 得到对方同意后 给了蕴长声音的地址 这气氛 这令人刺骨的寒气 令我的心上加速的感觉 看来是来对地糟了 声音是二楼传来的 死 好多的乐意与怨气 这户人家 似乎不只是普通的撞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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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不只是普通的撞鞋